Hello 大家好 今天香太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西式的食譜 就是香蒜海鮮意粉 這個意粉營養豐富 簡單易做 還很好吃 馬上看看有什麼材料和做法 以下就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香太的食譜片頭大部分都有中文和英文的材料和做法表 如果你不想自己煮 他整條片給工人姐姐叫他跟著煮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說這個西式的食譜 這個香蒜海鮮意粉很有營養 說他有大量的蒜 還有我加了大量的番茜 還有熱量很低的海鮮 我逐一逐一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蒜頭我們把它洗乾淨 印乾水分後我們會慢慢炸香 炸完後蒜頭又有營養 油又有充滿蒜頭的香味 變成蒜油 但是千萬千萬不能炒焦 我們用慢火很有耐性的炸 慢慢炸到尾巴出來 油才會滲到蒜頭味 這個辣椒如果你們喜歡吃辣一點 可以加多一點都OK的 但是我大小不是吃得很辣 還有小小也不是吃得很辣 我加這隻紫天椒我去買紫 因為紫都很辣 所以調一調味純粹是少少辣 這樣讓他們試一下 如果你們吃得辣 加兩三條都OK的 辣椒除了辣和好吃外 還有很豐富的維生素C 番茜吃多一點都很有益 番茜有什麼作用呢 有抗氧化和提高我們身體型血的能力 因為當中含有豐富的維他命K 可以令到你受傷的傷口快點痊癒 為什麼剛才說可以抗氧化呢 因為番茜有豐富的化青素 可以預防衰老 還可以保持我們的皮膚健康 因為裡面都含有豐富的維他命A 所以喜歡吃的放多一點都無妨 我今次買了兩盒 這個海鮮 你喜歡放什麼就放什麼 這個是急凍的雪藏海鮮 其實就是雪藏海鮮 我也是上網買幾十元一包 什麼都有少少 另外再加多一點大隻的蝦 就更加好吃 我們用鹽和胡椒粉醃一醃就OK了 橄欖油我們加多一點 因為我們要浸過這個蒜頭片 蒜片 所以開頭你先大火 之後它一滾 你轉回小火 之後就加些蒜片下去 慢慢慢慢炸去 用小火炸去大約10分鐘左右 蒜頭其實我覺得它膠質很重 如果你沒有帶手套 切這個蒜頭 你就會感覺到你的手很黏著 其實有一樣重要的東西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意粉想有些口感 你就呢 因為我們煲完之後煲完意粉 我們會拿下去再炒兩炒 所以如果包裝 好像我今次這一包的包裝 我們說要煲11分鐘4分1 我把它煲10分鐘 煲意粉的時候 要加多一點鹽和橄欖油 然後煲10分鐘 然後就把蒜頭蒜片蒜油一起煮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個炸了大約8分鐘左右 看到微微金黃色 之後這個時間 我們就差不多可以加一些辣椒下去了 我加這裏一隻 還有去買一些紙 其實是很少很少練 我個小小都吃得到的辣 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歡吃辣 加兩三條都OK 如果你說不想加海鮮 你可以就這樣加大蝦 大蝦香蒜意粉 外面餐廳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或者甚至什麼都不加 就這樣蒜頭蒜片意粉 已經是很好很好吃的了 如果有些人 或者可能喜歡加在超級市場 一瓶瓶的辣椒碎 你也可以放上去 就可能更加漂亮和辣一點點 那就更加好吃了 中國人的家庭 通常家庭都一定會必備大蒜 還有薑 或者洋蔥都會有 大蒜除了殺菌之外 裡面還含有很豐富的西元素 它有很強大的抗癌功效 它還有抗氧化的功能 好像我們這年紀的媽媽 聽到抗氧化 搶著它吃 大蒜裡面含有17種氨基酸 有時候你去街市 你會看到有些白皮蒜 或者有些紫皮蒜 它裡面的必須胺基酸 紫皮的蒜頭 是高於白皮蒜頭 所以你見到紫皮的蒜頭 就買紫皮的蒜頭 又香一些 還有它的必須胺基酸又會高一些 我這次買的就是紫皮蒜 所以是會比白皮蒜貴一些 但是貴極都是10元3塊 蒜頭很便宜 很粗生所以不會太貴 而且又有營養 所以吃多一點都沒問題 快快煮好了這個意粉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好多謝你們的留言給我 但是有時我未必有這麼快回覆到你們 因為比較忙 疫情又來第四波了 好怕小朋友又要停貨了 不過沒辦法 最緊要安全健康為上 大家打了流感針沒有 我就快要去打流感針 如果你們記得的 盡快去打流感針 希望你們大家身體健康 下集預告就是淘寶開箱 今早就有貨送到來了 現在是早上7點20分 我又要起來拆禮物 盡量這些盒子 包裝得很好 完全沒有爛 再加吧 我多夠少了 我們來盒子 還有我們來盒子 我們去玩 我們來盒子